大家好,今天用豆腐和韭菜做到好吃的 准备一块豆腐,先切成长条 再切成小块 一把洗干净的韭菜切成三厘米的小段 放入盘中 锅中水烧开,加入一勺盐 少许的食用油 下入豆腐,去除豆腥味 焯水一分钟 一分钟后捞出 碗中打入两个正正的母鸡蛋搅散 倒入豆腐中 搅拌均匀后备用 准备适量的大蒜切成末 小米辣切成圈 放入碗中 准备小半碗的清水 加点生抽 蚝油 一勺盐 一勺盐 一勺白糖 少许的胡椒粉 搅拌均匀 起锅烧油 倒入豆腐煎一下 煎至豆腐表皮金黄 盛出备用 锅中留底油 倒入蒜末和小米辣炒香 炒香后倒入豆腐翻炒 下入韭菜 倒入调好的料汁翻炒 出锅前勾点薄芡 把汤汁瘦浓稠 好了出锅装盘 一道美味的韭菜炒豆腐就做好了 加了韭菜非常的香 简单又美味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